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大道康庄 主著先佛为诸天圣佛 太上李老君将 恕大道康庄之谓义 义、义也、谓是之何以也 孝今云、夫孝、天之今也、地之义也 义及不苟取舍 能计时宜之谓也 义乃理之何以而当行 必知天理之正、人情之欲 辨别正邪、明是非 身是事情之正理 而行之于是 此乃义之所在也 孔夫子曰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故行事之先 必定要先详细思考 若和其正理 虽赴汤道火 义所不辞 而当赴之 若不和其正理 虽有大力大义 义不可行也 是故 君子以义为利 小人以利为利也 孔夫子曰 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事也 无墨也 义之于彼 所以义就是合乎人情 合乎群生也 见义勇为 相亲相爱 有公无私 例行其义 见为解为 见苦就苦 见平即平 勇于公而妄私 造福人群 此则为舍生取义 顺天理而无欲 心秉正直 利人公义 舍财不失 汇集于大众 知本报恩 知情知恩 还情以得 此皆大义也 总而言之 无自欺 问心无愧 尚无愧于天 下不作于人 合理则行 非理则退 合道则敬 非道则隐 意知于敬 则中人之事 故中意相随 则行之刚见无乌也 世人有意 情修大道者 必须修人 亦必须修义也 见义勇为 尽其人心 事物宜和于道义 待人信实成智 谦逊合理于义 且不可做出不正之事 以损良心 亦不可做出不义之法 损人利己 此即义气之发现也 欲达到义气之发现 必须完成五大美德 此美德即成 勇 替 明 持也 成者 结成 忠诚 诚实 前诚 为下刻诚 世上忠诚之谓也 再未尽其职 为人谋 竭力而完成 无半点良心 假意也 勇者 弃圣无所未必也 舍身成人之谓也 勇行之志 鉴为受命 鉴亦勇为 始终如一 至死不变其志 灵为不乱其节也 替者 顺也 善是兄长之谓也 孔夫子曰 孝替也者 其为人之本以 善是兄长之道 非表面上听从而已 勿须发自内心之真诚 兄长有难 当承担之 不可自求安热而不顾 兄长有错 常和颜悦色劝解 以真诚感动之 明者 光明也 有明白分辨是非 不苟取 连结自持 公私分明 做事清白也 持者 羞愧也 人不可无耻 知耻之道 要并觉悟欲色欲 若被欲迷心者 将做出羞愧之事也 大道康庄赏律 三 代为宣扬 劝人阅读大道康庄善书者 每次记二功 四 热注印刷费 印行大道康庄善书单行本 广为赠人阅读劝识者 每次记五功 五 劝人注印大道康庄善书者 每次记三功 因此小编鼓励大家多多注印此书哟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横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摩弥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按摩弥勒净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弹勒净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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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弹勒净土 感谢观看